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困苦和不决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你无法获得所有人的理解 曾经看过一个父子骑驴的故事 父子俩进城赶集 天气很热 父亲骑驴 儿子牵着驴走 一位过路人看见这爷俩 便说 这个当父亲的真自私 自己骑驴子 却让儿子在地上走 听完这话 父亲连忙从驴背上下来 让儿子骑驴 他牵着驴走 没走多远 一位过路人又说 这个当儿子的真没孝心 老爹年纪大了 不让老爹骑驴 自己却悠闲地骑着驴 让老爹在后面跟着小跑 儿子一听此言 不禁有些汗言 赶紧让父亲上驴 父子二人一同骑驴往前走 走了不远 一个老太婆见了父子俩共骑一头驴 便说 这爷俩的心真够狠的 那驴又瘦又小 怎么能承受得住两个人的重量呢 可怜的驴呀 父子二人一听 觉得也有道理 两人又双双下了驴背 谁也不起了 干脆走路 驴子也乐得轻松 走了没几步 又碰到一个老头 指着他爷俩说 这爷俩都够蠢的 放着驴子不起却愿意走路 父子二人一听此言 待在路上 他们已经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自己及驴子了 都说一千个观众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你无法获得所有人的理解 无论你怎样做 都会遇到质疑的声音 否定的评价 正如曾广闲闲文里所说的 谁人背后无人说 谁人背后不说人 议论与被议论都是人生的常态 既然无法避免 倒不如遵从本心 漫漫人生路 你只管走好自己的每一步 无愧于心 便足矣 这世上根本没有感同身受 在一期综艺节目《我是创作人》中 王源演唱了自己创作的曲目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在开始演唱之前 王源问了观众一个问题 大家看舞台上亮吗 观众们异口同声地回道 亮 可王源却接着说 但我看你们其实很暗 我想王源这句话说的是舞台 也是生活 从观众的角度来看 巨灯光下的王源光芒四射 可从王源的角度上来看 舞台下的观众没有灯光的照耀 却显得暗淡无光 而在生活里 大家眼中的王源 年少成名 唱歌演戏 样样精通 综艺资源 好得报表 看似这一路走来都一帆风顺 可背后的辛酸苦楚 却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正如苏氏的那句古诗 横看成岭 侧成风 远近高低 各不同 我们每个人所处的角度不同 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也自然不同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感同身受 只有冷暖自知 正如新一屋在《山岳不知心底事》里所说的 我们的心 我们的肉 长在个人自己身上 酸甜苦辣 自己尝的味道只有自己知道 别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别要求别人懂你的感受 叫得再大声也是白费功夫 理解向来就是每个人都渴求 可又悬而未决的难题 既然理解太难 那就做自己成长路上的孤单英雄吧 自己陪自己一路前行 自己给自己加油打劲 别人的嘴 自己的路 姚曼常年在外打工 每天早出晚归 在码头坐着搬运的体力活 虽然忙忙碌碌 但收入不高 几年下来攒下的积蓄并不多 眼见孩子渐渐长大 对他越发生疏 为了不再缺席孩子的成长 姚曼决定在老家开间超市 一听说姚曼的想法 家里人便纷纷开始劝阻 你这都三十好几了 还想创业 能行吗 要我看啊 你就老老实实地打工去 别想着什么开店当老板 你这学历不高 脑子又不懂经商 开店的本钱又不多 就别瞎折腾了 见家里人不理解 姚曼也耐心地解释着 我这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村东头新开了家学校 招生的学生也多 我在学校旁边开间超市 主要卖些零食和学习用品 生意应该会不错的 家里人认定了姚曼不行 任凭姚曼如何解释自己的想法 他们仍然不赞成 尽管如此 姚曼还是坚持把小超市开了起来 前妻拉横幅做优惠活动 后来又做了烤香肠 炸鸡腿 卤茶叶蛋之类的小吃 在超市里卖 在她的努力之下 超市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再加上她待人友善 在收银时常常把客人的灵头抹掉 这也吸引来了不少回头客 看到现在生意红红火火 自己又离家近 能照顾孩子 杨曼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其实更多时候 人生是一段逆风前行的旅途 尽管阻力重重 但你身上与众不同的棱角 都会变成你强大的盔甲 别人的嘴 自己的路 不要让别人的嘴成为你探索未知的阻碍 没有人比你更清楚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与其花费时间费心解释 不如趁早上路前行 毕竟生活是自己的 进一步才有一步的欢喜 永远不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 俗话说 知我者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永远不需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 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 不懂你的人不会相信 在不信任你的人面前 再多的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 与其去做无谓的解释 倒不如留着力气 把自己变得更强大 无论是谁都无法活成 人人都喜欢的模样 慢慢人生路 不必解释 也无需掩饰 坦坦荡荡 大大方方地做自己 就够了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